逛街购物 出国旅游 现代生活离不开刷卡 根据金管会统计 去年国人刷卡牵涨金额高达4.18兆元 比2022年的3.49兆元增加将近两成之多 逼经济竞争白热化 消费者现在旅游 消费跟娱乐的部分都更倾向于更人化更客制化 未来形态的信用卡必须要符合能够随时动态调整 我们消费者最新消费动态的需求 满足消费者多元用卡需求 银行信用卡结合百大特点 包括行动支付 电商百货 旅游航空 国外实体 交通加油 餐饮等十大类别任你选 推出三大方案 首创订阅制 我们除了让顾客自己来选 也可以采用订阅的方式 来增加整体优惠的percentage 每一点都是一元 让顾客简单明了 ePoint点数回馈连在日本消费也能折底 包括Wallet App自主选择最优惠方案 月底我选择一次 这个月我所有的消费哪几家 我要让它的优惠最高 我们觉得这个对顾客来讲是最便利的 不需天天切换个人客制化信用卡 将选择权交还给顾客 实现一卡就够的聪明消费